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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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小姐 字幕志愿者 李小姐 字幕志愿者 李小姐 李小姐 两种创业版股份 其实我们未必太熟 请Anno从一个技术图表分析一下 这种股份是什么价位 或者是如何部署才买入的 8203 讲这些创业版股份 的确说可能真的不会很熟 但我看回到 业绩出来之后 实数上都见到去年亏损有所收窄 虧了9千多万元 虽然讲虧钱 但你都见到业绩出来之后 股价有个明显向上的迹象 始终讲这种海信能源 其实最主要都是从事一些採矿等等相关的业务 很多时候这些公司短期来说会蚀钱 但经过一轮投资期之后 后市未必太过差 最重要就是出了业绩之后 股价都受到追捧 所以我觉得短期来说 不需要看得太过差 讲这些资源股近期也有些炒作 特别讲创业版上面 是相对比较多炒作在这里 近期来说市场会在冲景 除了深港通之外 讲内地的资金未来 可否有机会敷深港通 或者是沪港通的渠道上 去买这些创业版股份 都是一个冲景 所以短线来说 作业版股份的炒作上 可能会相对比较大一点 亦都见到图表走势上面 你看到技术走势上面 都成功突破了六毫二仙 这些比较关键的阻力位 短期后市来说 整个技术走势突破完六毫二仙 这些阻力位之后 有条件再进一步向上望 暂时来说我觉得目标价 可以望回七毫二仙这些位置 所以如何部署 这些位置我会建议 以0.064这些位置 做一个指站位 指站或者指涉位 五川0.064这些位置之前 就是6400这些水平 可以继续向上望 目标暂时来说 望回7200这些位置 好 另一只就是8238 惠图集团 公司都是创业版业务 是香港销售和免费派发 多份的中文生活时尚雜誌 和他们的广告位置 包括名车站 寻车快步 寵物买家 和流行季节等等 当中广告位置 是他们主要的收入来源 也看回昨天 他的确有一支大羊竹炒相 因为这些创业版的先股 在昨天牛皮市场有些炒风 但今天就回套了 现在跌14.7% 2,900 这是有什么关键的价位需要留意 的确的 近期来说 赛板股份上 是比较多炒作 所以我觉得 基本因素的意义 都不是太大 始终留意 昨天股价急升 今天跌下来 这些位置 都不会看得非常乐观 我觉得 都是要做更好风险管理 始终这些是世界股当中 非常小的股份 波动一定会非常大 暂时来说 从图表走在上面看回 估计昨天这样升上来 都突破了一些比较关键的阻力位 但今天都试回了 2,800 这些水平 所以暂时来说 我会建议提紧一些 如果股价真正式穿2,800 可能试回到2,700 2,600 这些位置 理性地指涉或者估出离场 但如果未穿2,800 这些位置之前 后市都可以等到股价反弹到 大概是3,000 这些位置 才能估出离场 好 听听另一位家庭观众 电话旁边是有吴小姐的 吴小姐你好 吴小姐你好 是 你好 想问哪一只 我想问 2,800 和2628 2628 2628 和2628 200 这两只是否都有货 是的 我有二十多元有货 我想说 这次这样跌 可以在什么位置交货 二十多元 我记得是24 是的 是的 好 我们来看看200 24元有货 他就想交货 今早 恒指一开始的时候 急坐超过200 失手了十天线 你建议他在什么位置交货 我觉得恒指 我自己觉得 后市的表现 真的未必会看得太过差 始终现阶段 特别去到 现阶段第一季的尾段 始终 第一季整体言 港股 或者环球股市表现 都不是太过理想 但是 很多负面因素 利淡消息 开始慢慢消化 包括油价下跌 甚至可能有机会令到 油气违约 令到全球的避险情绪升温 这些负面因素 现阶段都大幅改善了 你说很多负面因素都不同了 恒指后市也有个明显的反弹 今次调整 现阶段恒指 或者凌富基金 都试一度跌穿了十天线 但我觉得 调整空间 不会真的非常大 所以跌多一点 我觉得这些水平可以交货 如果从图表走势上面看 刚刚股价跌穿了十天线 我觉得短期来说 不排除有机会在十天和二十天线 这些水平里拉锯 所以我觉得 如果你要交货 二十个半这些水平就可以去加注 在二十个半这些位置买入 就以一条五十天线 十九个八这些位置做止涉位 反弹目标 暂时来说 我觉得先看回到二十二元这些水平 嗯 好啊 明白 好啊 吳小姐另外二六二八 你是什么价位买入 人数在夜四的几都有 好像夜二的几都有 嗯 好啊 不知道可以在什么位置入 嗯 都是想交货是吗 是 是 人数都是二十四个多有货 见到现在国售出了业职之后 即是因为都见到下半年的时间 急速走仰 股价今天继续挨股 跌百分之二去到十八九 国售方面很跟A股的走势 Anno又怎样看国售应该如何走 以及他未来应该交货 其实一众内险股都会很跟A股去向 我觉得A股后市的表现不是太差 但是内险股 我觉得这些位置不需要急于去买 始终说 第一方面 短期来说 我觉得未必那么快有些炒作因素 以现阶段一些消息层面 或者暂时说A股的势头上 未必那么快会走 所以我觉得可以等它调整多一点 才去买 但如果从图表走势上面看 国售其实和上证综合指数的走势 都非常之相近 现阶段在之前2月份和1月尾段这段时间 都形成了一个箱底的形态 都突破了这个箱底 短期来说 我觉得未必会那么容易跌穿18.5%这些位置 所以如果去混货的话 我觉得你又回落到18.7% 18.6%这些水平就可以去加注 以18元这些位置做止损位 不穿18元继续中长线持有 都没什么问题 后市反大目标 暂时来说 我自己会看大约是1月头这个高位 大约是21.5-22元这些位置 好啊 吴小姐 等多一会儿才去考虑溝货 26-28 还有没有其他股票问题呢 都没了 谢谢你 好啊 多谢你的查询 好啊 我们这个时候回答一下电邮的问题 见到九环城分行 待现场口湖想问 内地放宽过融资 内银推以古代债 加上可能会再降进 这股是否会快回暖 对于港股有没有牵头作用呢 其实近期来说 A股的势头仗是相对不差的 特别说在上个星期开始 有个明显的升幅 在这里 主要市场都预料 特别说中正監控方面 好像近期来说 将转融资的利率上下调 其实就在说 但是这个消息出来之后 一度刺激它上升 但是现阶段 特别这两天了 内地股市都有偏远回远的迹象 最主要原因 都在言论上 都说明了 现阶段内地都是不鼓励去杠杆化等等 所以短期来说 内地会不会出现热炒的情况 又未必会发生的 所以短期来说 我觉得要迫回 A股有个明显的升势 相对的仍然是比较困难 但是我觉得 同样的A股最坏的时候 有机会捱过了 因为始终在说 很多时候过去这几年来说 第二季的经济表现 都不是太理想 但是今年来说 我觉得情况 会有所改变 始终在看第一季 甚至上年第四季的数据上 开始 内地的经济真是明显地转叉了 那之前在跌浪上 是反映着这些负面因素 反而在现阶段的势头上 看回到陆续续未来来说 我相信 无论是中正监也好 或者是银行也好 甚至在财政政策上 都有些政策陆续出台 去扶持经济 所以如果看到第二季的经济表现 反而预期中那么差的话 反而股市仍然有个反弹空间 最重要就是 两地内地股市方面 成交金額都仍然改善了 所以我觉得 即使内人股、内险股的问题 仍然比较大 但始终内地方面 仍然未必说 真是势头那么差 甚至 最关键的因素 我觉得对于内地股市来说 内人股究竟的派息状况是怎样 这个我觉得值得去观察 如果你说派息状况 都预计了会减派息 但如果减幅幅度 没有预期中那么大 我觉得这个板块 都有机会推动内地股市 做好一点点 明白 多谢安努你的分析 刚才说过股份有没有持有 也没有持有 好 有时一会儿回来 有多一次的问答环节 我们再见